小小小 小小小 方正他们追来了 我去引开他们 我在这里啊 我在这里啊 我跟你说 柴里早就在前面啊 你跑到帮门外 就大声喊叫 让龙今天听见 我看去问题不大了 走 走吧 铁姑娘快来救我啊 我找不住了 铁姑娘快救我 他们先踢住啊 快来啊 站住 走 追 追啊 走 站住 上 天哪 狗血 这是谁 住手 整件事情就是这样的 方正龙剑海 对了 还有大人诬陷向南飞就是笑脸元宝 龙大老爷您德高望重 现在只有您能救他 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难得你见义勇为 我总算没有看错人 你先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向南飞的事我自有安排 龙大老爷 还有什么事吗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 说吧 我坐下说 啊 嗯 嗯 其实 其实我 嗯 你对我 是不是有一点 那个意思啊 啊 啊 我们两个 虽然年纪有一些距离 但是我不会介意别人怎么看我的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就可以了 阿弥陀佛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老夫一心归以我佛 从未对叔姑娘有过什么遐想 啊 你说什么 你救我 你送我金子 你又帮助我 你对我就没有所求 一点要求都没有 没有 如果是有什么让姑娘误会的话 实在是罪过呀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没有男的不喜欢我的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吧 没有 啊 你是不是男人呢 对 对不起 呃 我误会了 我告辞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开山 老爷有何吩咐 派人护送叔姑娘回去 是 开山 老爷 得饶人处且饶人 是非恩怨不必要太执着 否则会害人害己 你一族神仙 是 老爷 还有 马上给我准备拜帖 我要亲自会见西门玉大人 知道了 那 我先叫人送叔姑娘 嗯 嗯 谢谢 来师傅 先坐一下 喝点水吧 来 哎呀 真没想到啊 就凭龙剑天说金童观音是他交给你保管的 西门玉呢 居然就此罢休不再追究了 哎呀 不管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不把龙剑天的底戒出来 我是绝对不会甘休的 哎 师傅 假如龙剑天真的是修炼元宝 也不管他是为了什么原因帮助我们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 反正他们是奢属一窝 不懂你就不要多问了 哎呀 我就是不懂我才问嘛 哎呀 恭喜了 恭喜了 哎 美运终于过去了 铁姑娘待一会儿会过来替你们煮蹄花面馅 她说过吃过之后啊 才算正式冲走会期 哎 什么蹄花面馅啊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你懂什么呀 人家铁姑娘对吃的的确有研究 很有天分哪 哪像你呀只管喝的烂醉 哎 反正我知道铁姑娘厨艺一流 能弄出千真百味 哎 不如干脆你娶了她算了 这样你就可以做享美食 我们兄弟也可以跟着沾沾光嘛 照你这么说的话 倒不如你自己娶了她 不是更直接嘛 我马不醉穷光棍一个 人家怎么会看上我呢 对不对 哎 你金老板就不同了 是不是 怎么说啊 你还有一家福音茶馆 哎呀 闭上你的马嘴 我金碧多 就算今生没有女人 我也不会娶铁姑娘为妻 你再说 我就跟你翻脸了 说真的 铁姑娘也真是不错 秀外惠中 善良贤淑 而且又重情义 说的就是 女人最怕就是无情无义 任钱不认人 你是说舒晓晓吧 这 这个无耻的女混混 差点断送了我的前程 想起我就气闹 早晚要找她算账 喂喂喂 人家帮你向龙剑天求过情的嘛 那还不是为了你的福音茶馆吗 她居然为了还账 设计陷害我 我现在就去找她 哎 师傅 师傅 你不吃提花面线了 客官里边请 你们老板娘在哪 老板娘在上面不舒服 不能见客 你不能上去 你不能上去 舒晓晓 你真是卑鄙无耻 我向南非真是有眼无助 还把你当作朋友 你居然为了几个臭钱 勾结小人想陷害我一死地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 舒晓晓 你没得解释了吧 你可真是卑鄙无耻 贪财如命 为力士图不仁不义 好 你说对了 我是不仁不义 见钱眼开 贪得无厌 是我自作自受 人家要砍头 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现在我的嘴被人给打肿了 连东西都吃不下 你真是为了我 我不是为了你 我舒晓晓答应过人家的事 就一定能做到 我答应过金小二 绝对不是为了你 老天根本没长眼睛 我救你出来 现在你反过来要找我算账 我为什么要救你 我为什么要救你 我打你啊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你给我走 走啊 我可真卑鄙 明明是去找他算账 反而挨了他一巴掌 我真是壮了鞋了 为什么总是 粘在女人手里呢 哎呀师傅 原来你在这儿啊 你跟着我干什么 是金老板和铁大姐 让我来告诉你啊 其实舒晓晓是为了救你 才吃了承海山不少苦头 所以呢 就算他有错在先 总算也是对得及你了 你来这儿 就是要跟我说这些 不是我说的 是金老板和铁大姐他们说的 我刚刚也看到 他的嘴部 的确是受了伤 是是是 师傅 你的脸 你少管 师傅 师傅 你刚才找到他 有没有臭骂他呀 他有没有说什么 或者要向你赔礼道歉呢 他要害我 他要害我 却又想办法帮我 女人 真是麻烦哪 的确很麻烦 师傅 好 好 好